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社会上很多人一样 她表面上看上去风光无限 而在背地里她过得更好 她不仅跟我一样长得帅还有钱 而且还有社会地位 你说欺人不欺人 直到有一天 她隐隐地感觉到自己的妻子小美可能出轨了 于是她请了个私家侦探调查小美 调查结果怎么样啊 我先问个问题 您家原来有几个套套 八个 现在少了几个 还是八个 一个都没少 那我就放心了 只是原来是杜雷斯的 现在变成钢本了 看着自己头顶的一片绿色 小帅决定跟踪自己的妻子小美 到了小美私会的地点 被愤怒和绿气缠绕的小帅破门而入 虽然她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但是揭开被子的那一刻 她还是震惊了 震惊之余 小帅决定找小美好好谈一谈 我不敢相信 夫妻这么多年 你竟然欺骗我 你说过永远只爱我一个人呢 我没骗你 是只爱你一个人啊 星星又不是人 说得好 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但是你也骗我了 你说你出差下周才回来 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那我还要给你道歉吗 我接受你的道歉 小帅发现自己的妻子小美 可能是个退役的相声演员 说是说不过了 于是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也别去外边了 还得花钱 咱把星星带回家养着 我不得不说你这个想法 非常的奇特 小美表现得十分为难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第二天他们就找人 把那只星星接回了家中 先生我货送到了 虽然只有一只星星 但是评价的时候 记得给个五星哦 哪这么多废话 正当小美忙着 安顿星星的时候 门铃响了 小帅发现来的是 自己的秘书小三 好久没见我的闺蜜小美了 她在家吗 我想找她聊聊 她没在这 回娘家去了 那更好 咱抓紧时间 你去放洗澡水 现在不是时候 屋里有别人 咱下次再约 我靠开始 我还有点同情你 现在发现 你们夫妻都有点不正经 星星逐渐适应了家里的生活 她和小美 以及她儿子 小可爱都相处得很愉快 小帅一觉起来 看到星星和自己的老婆孩子 在其乐融融地吃早餐 感觉自己有点多余 过了几天 是小美的生日 他们在家中 请朋友共进晚餐 其中不但有小三 还有另一位 小美的情人小四 我说你们一家人也太乱了吧 期间大家听到了动物的叫声 问你家养的什么 小帅为了让小美觉得尴尬 知难而退 于是说 我们家养了只星星 要不让小美牵出来给大家看看 可是小美 见多识广 岂能轻易被嘎到 于是她把星星领到了饭桌上 同事们很担心 他会咬人吗 别担心 他只咬特别英俊的人 上次才把土豪咬了 哦 我知道你爱看韩剧 可是那部叫来自星星的你 不是来自星星的你啊 小帅没想到 面对舆论压力 小美仍然可以泰然自若 反思了几天 她决定研究一下 星星和女人的相互吸引 是如何建立的 毕竟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于是她找到了小三约会 并cosplay了一把星星 不过貌似小三并不感兴趣 随后她又找了一位 风尘女子来家里引诱星星 发现星星也是不为所动 看到这儿我想说 动物就是这么单纯 如果换成是我 哈哈 一定 报警举报他们的违法行为 OK 这是你的老污费 你可以走了 儿子 我是要说这位女士 是来找星星的 你信吗 很显然小帅的儿子不相信 并很快告发了她 但是让小帅不爽的是 小美并没有生气 小帅受不了了 她向小美发出了最后通牒 我和星星你只能选一个 小美果断选择 把自己锁在笼子里 和星星生活在一起 而儿子也选择 和星星一起生活 看到把自己锁在笼子里的妻子 看到认贼不认处作父的儿子 小帅彻底爆发了 他拿出枪准备干掉星星 可谁想到这儿星星 竟然会脚戏 直接把枪抢了过来 小帅心想 还好星星不会开枪 我今天就让你开开眼 星星一枪 差点把小帅爆头 枪声也吸引来了 巡逻的警察 他们不相信是星星开的枪 所以带走了小帅 作为外交官 小帅很快被释放 他通过反思 理解了自己的妻子和星星 可能并不是他想的那样的关系 即使是 他也决定接受他们 不久妻子小美的母亲病了 于是他前往乡村探望母亲 而小帅留下照顾星星的生活 在生活中 小帅逐渐发自内心的 接受了星星成为家里的一员 可是见不到小美 星星生病了 小帅放下了重要的工作 带着星星来到乡下找小美 到了郊外的星星 很快满血复活了 在一次郊游途中 星星跑了 我眼中怀疑这星星 是不是处心积虑的 准备逃跑很久了 大家寻找未果 只得返回巴黎 可是在半路上 星星又跳到了车顶 坐在车顶上回到了巴黎 言论群众也是没见过什么事的 一路呼送着他们回了家 从此小帅夫妻的感情越来越好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 电影结束了 我个人觉得如果把结尾 改成男主也爱上了星星 做成一个三角恋就更精彩了 不得不说这部拍摄于1986年的电影 Max My Love 用荒诞夸张的表现手法 反映了许多社会 婚姻和家庭的现实问题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看 本期互动话题 你的名字首字母缩写输入后 出来会是什么词呢 本期抽奖 微博关注土豪影院 并转发本期节目 抽取两位幸运观众 送出漫威正版授权漫画 此时大战漫威宇宙 祝你